他们说的 我们聊的 都是你们最想玩的 刚知道的 才公布的 全是本周最热门的 欢迎收听机会网新闻节目 家丢news 大家好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家丢游戏新闻节目 我是Nadia 大家好 我是系统部 大家好 我是龙马 我是思善 一周又过了 这歌终于不是电子了 也不是说唱了 听会摇滚不容易 但是听到这个歌曲 希望大家去看一看 用这个歌曲当作开头曲的动画 叫做《灵音》 非常推荐 当然这个不是二次元新闻节目 所以就大概说一下 我以为你是为了身体原因 最近听了音乐缓和一些 不是 摇的频率慢一点 今天突然就想放一下这个歌曲 你那天住院的时候 他们想去看你来着 我想说那我给你带点东西吧 买两瓶老干妈 你真牛逼 可以 一瓶内服 一瓶外服 一瓶内服 一瓶外服 行行行 可以 然后游戏新闻节目 还是统计一下这周的新闻 好 一个一个说吧 好 然后第一个是炉石传说之父 这个Ben Broad 成立了他的新的工作室 叫做Second Dinner 夜宵 是 对 然后就是现在 对对对 Second Dinner 第二托 对 然后现在是跟这个漫威 达成了这个合作 是啊 对 有这个漫威的一些这个IP的版权 可能 然后再出一些相关的作品 卧槽卧槽卧槽 卧槽卧槽 卧槽 太牛逼了 我都跟你说这个 漫威传说 太牛逼 反正他就说了 其实第一款作品也是拿到了这个售钱 所以肯定是一个就是 这个 以这种官方形象授权合作的这么一个作品 但是具体他没说游戏类型 可是这应该差不多都知道是个啥 其实漫威这边好像还挺热衷于在游戏这边搞一些事情 做一些衍生的一些品牌 一直在不停的出手游啊 什么都和各大厂商都在搞合格 对 我觉得这个卡牌游戏真的是他们可以考虑的一块 是一个新的领域感觉 开拓一下 其实漫威之前有些游戏就是那种合格制的 他还不如就直接就做个卡牌挺好的 对啊 漫威抽取卡了 他了得了 要是命 那是 回头再看一看他们这个second dinner 这个新作到底是什么 对 而且毕竟其实这一次是刚刚对外宣布 他有很多的东西还是在前期的广场阶段 但是他也提了 说现在其实有一些初期的东西可以实际的跑一跑 原型做完了 所以那天阿弥也说 我们说你看这个这么快就能自己开始跑一跑 除了卡牌游戏应该也没有别的形式 期待一下 祝我开发顺利 好 然后继续下一个新闻是everything这个游戏 之前提到过很多次 世间万物已经登陆NS了 现在 然后之前在steam上没有舔过的朋友可以买一个NS版 而且NS版里边也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你甚至可以变身成为一台NS 是 他预告片里边挺逗的 everything 对 日版名叫啥 森罗万象 日版我还真不知道叫什么 他一般一般就是那片价名拼一下 对 行 然后继续是关于英伟达的一个新闻 是这个RTX2060正式公开了 对 然后这个售价是349美元 1月15号马上了 然后就要发售了 对 60 这是这个 来来四十 来啥 来来 还来一个 来来 好像之前八线 它挂八的算是旗舰级的线 2080 倒还没有那么顺利 但是2060 差不多类似高性价比产品线 然后价格确实很公道 对 所以说 350 是挺牛逼的 这定价挺牛逼的 是 很好奇 2X22系列时代到底有什么提升 这次这个2060一铺开可能会有很明显的变化 因为这个2080毕竟价格那放着也不是所有人就是会大比例的人会大部分人是这个买不了这个一般80是叫旗舰级的吧 对 就是他们可以说是他们就完全释放自己这个技术的这个产品 像之前1080这整个 所以等到这个2060出了看看什么样 换一个 而且其实当时不是正值CES 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的电子产品也公开了一些 然后也有些新的技术 然后这个G4的这边 这次他不是也是主打这个光线追踪吗 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公布显卡的同期他也展示了两段这个demo 就是能看到有一些这个从光源上的一些处理效果还是相当不错 然后再包括他这一次在现场宣布的时候 也是人家直接他就是提到的和EA的合作 所以这个他着重演示的游戏就是战地舞和圣哥 对 然后再有就是可以提一下 我不太清楚这个在中国地区有没有这个bundle 就是最近把人的北美那边是有的 就是你要买2060或者70 能直接得到圣哥货战地舞 但是如果是买2080或TI的话 就直接两个都有 所以现场发布会在公布2060的时候 他演示的游戏就是这俩 也可以 伤法 是还是挺调的 他当时我在都说一句 当时还特意提了一下 就是我开了光线追踪 用2060能跑满60帧的战地舞 所以说挺厉害的 然后CES就是我还听到了别人之前简单跟我说到的 然后具体我也不知道没法说太细 大家就听一下 我记得是英特尔公开了10纳米的技术 然后马上要推开10纳米技术 而这边AMD推了它部分7纳米的技术 所以说这个技术相当于一个大的 也算挺大的一个演技 之前玩游戏我老说是我比较重视 比如说能够稳个60帧 画面可以差一点 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但是其实最近光线追踪这个事出了很多 我也是有时间时候在网上下了一些4K的视频 看看它是什么样 感觉还是贫穷 限制了我的选择 对 画面真是有的时候好到 你会觉得我操 如果说我的机器稍微差一点点的话 我愿意为了这样的画面稍微牺牲一点帧数 它有些有些类型 确实是这个技术进步确实好 对 反正有的时候还是挺橡皮的 当然同期AMD那边也有新卡 Radium7应该是 就是你刚才说的7纳米的工艺 然后人员那边演示的也是 以4K跑的轨器五个圈圈封锁 然后我当时还特意看了一篇新闻 Phil Spencer还上了站台 然后说今后我们微软和AMD 同里有些新技术 开发新闻件什么 就这种东西 也提了一句 这周的预避来信 有其中一个就是这个 说是全球控锁2 说着协AMD解锁PC极致体验 无上限的帧数 然后这次他放出的 就是他会带了一个配置列表 最低推荐和高级配置 就是一个1440p的60帧和4K的60帧 经营配置里在处理器上都加上了 7系列的AMD7系列的推荐 其实能意识到 我觉得电子消费从这两年开始 可能又是一个阶段 终于又动起来了 不管是整个分辨率 还是光源追踪这个技术 或者是显示设备的进一步提升 感觉上一次还是上上个时代 那倒不至于 上两个时代的交替的时候 反正这两年可能又开始 尤其是显示器 还有电脑周边的 因为PC真的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 压近10纳米 本来之前好像很多人 按摩尔丁律想 应该是几年前 可别摩尔丁律想 按摩尔丁律就是扯蛋 你知道吗 就是今年年车 然后终于进入到10纳米就断了 这个确实是 这个工艺的进化 可能影响是非常大 是 看吧 有钱怎么都好说 是 好 刚才既然说到全境封锁 然后就说一下 全境封锁2有一个新闻 是预避和Epic 正式达成了合作关系 是的 然后全境封锁2会登录 预避自己的Uplay 然后包括Epic的游戏商店 是的 然后不会暂时来看 不会登录Steam 而且移除了Steam上的预购 也免 对 然后这个Epic Store 在对国内是一个非常硬的 完全锁取 就是 因为Epic Store本身 这个Epic平台 对国内有一个自己的版本 所以你要翻墙 然后在锁好自己的 这个Epic 锁成海外 你才能正常支付 所以就很麻烦 但是Epic这个事 搞的这个Steam 也是有些动作来反应 反正 反正有一种六大门派 为光明 又来 天天就是这一个 天天为光明 一个桥段 还有个门派 就是最近Discord 弄了自己的商店 这个就是想把 因为现在Discord 应该说是完全占据了 欧美玩家的社交的使用 他要自己以这个为依托 然后弄个商店 很神奇 最近的一些动作 包括什么Wareframe 你下Discord版的 有额外奖励 什么的 也就运行开了 现在这上面主要售卖的 可能还是一些独立游戏 因为很多独立游戏的沟通 跟社区沟通 也是通过Discord的 然后就也不知道Discord 这个模式会做成什么样 反正现在又进入到了 对 感觉未来竞争 游戏发行和平台 还要有一方角力 最后不知道会变成一个什么 会是一个 比如说两三个大的平台 共存 还是说大家一起 让Steam做出了某些妥协 达到一个大家都满意的 平衡的状态 这不好说 可能还是要经过 这么一点摩擦了 再洗一遍 最近下唐世界发言 我和World Gaming 也要弄个平台 对特别神奇 然后谁都弄平台 都弄不可以 现在就是竞争一番 然后让可能其实这个 对于比如说普通玩家 或者消费来说 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 在玩家层面上 不一定是好事 它可能还多了麻烦 它体验不舒服 但是对开发者来说 可能是好事 在竞争阶段的时候 大家会互拉独占 什么这些东西 其实对玩家来说 其实挺麻烦的一事 像我换个平台 加便好友 然后各个平台 我都得重新的充钱 或者支付 其实不太舒服 不过将近分成 可以让开发者多挣一些 其实对开发是个好事 其实对玩家来说 有点神仙打架的感 就是他们争利益 发行商觉得说 你分的太多了 平台就是说 想要保持 我住了 在Steam这边 我现在我有优势 大家互相博弈 算是第二次大战 第一次Steam出来之后 然后开始稳定一段时间 打决操你不行 然后大家又开始搞 不过不得不说 第一次大战的时候 其实各方都没怎么认真 你仔细想 Steam同期的那几个平台 有哪个体验是正常 Steam是最正常的 其实Steam也不咋地 但是你想 XL都是什么玩意儿 还有当时的橘子 然后Steam自己 就是其他家 比后两下都躺 然后Steam就起来了 然后这次显然是 这是要刺到剑 Humber Bondo现在还卖 也卖 其实我觉得 尝试撼动Steam的 Humber Bondo 属于比较早 去启动的那批 优惠力度也比较大 对 所以就 这很逗 包括下一个世代 我觉得微软那边的 温度商店 肯定也会有一些动作 因为他收购了这么多游戏 开发 收卖渠道是要好好打通了 是的 所以就很逗了 可以 期待一下 对 期待一下游戏平台的 多开会儿 又待会儿了 一开机 又下眼拳 一爬 对 烦他妈妈 仿佛回到了90年代 主题大战的时代 只要是产品能插电的 都要搞平台 对 最后写成PC 对 太逗了 然后继续是凯茨林Full Body 的试玩 今天已经上线了 上了 对 然后大家可以 他也是在直播活动上 公开了这个 然后还公开了一首歌曲 是 同时这个Steam页面也上了 宣布登陆 PC迎来 对 然后还有凯瑟琳的 classic经典版 这个已经上Steam了 对 然后大家可以 如果没有体验过前作 可以去体验一下 但是不支持中文 对 是 日文和英文 再次强调 这是一个解谜动作游戏 对 这不是个 很累 不是个看动画的游戏 这个游戏某种程度上 激怒了日本 日渐正在成长中的 PC玩家 比Steam玩家群体 因为他们发现 这个游戏 日版卖 在日区卖的 一开始 奇贵无比 没有日文 然后他们 而且大家 就是Steam玩家 不傻 他会查SteamDB 傻 然后你看中国区 才卖那么 100来块钱 然后美版也是 其实美区的价格 也比日版要便宜 然后正火的 然后那边直接把日趋 直接下 目前是这么的事 八九千日元 贵了一倍 对 不是比美版 比美版 没有那火说那么贵 六七千 对 差不多都有 挺逗的 然后 接着往下说 其实今天有好几个 关于试玩版 上线的 新闻 对 刚刚说完凯特林 下一个是 生化危机2重置版 30分钟 One shot demo 现在已经是 可以下载了 我估计听到节目的时候 大家可能很多人 都已经玩了 对 然后因为是昨天晚上 Xbox One那边 是可以已经先玩的 谢谢拉人冲 我是昨晚就玩 是啊 但港服也有 倒是没有服务器限制 但你得自己搜 他没有上的 然后自己去搜 One shot 能搜到 他整个都是先上架了 对 然后大家也看到了 汉客 然后豆腐块 对 都已经回到了游戏当中 可以期待一下 到时候游戏正前发售 大家不要把亮度调的太低 就不要按照他 机器的时候提示你 他会让你调一个 最高亮度和最低的 对 我是觉得你尽量调开一点 比他调的 比他设置的再开一点 让对比度高一点 画面会好一点 好好好 然后还有一个试玩新闻 是死活生6的试玩 其实也是上了 对 然后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这个试玩持续到14号 然后游戏前段时间 其实也是宣布延期了 延期到了3月1号 对 延了两周 当然这个原因也是完善游戏质量 对 玩家提高更好 说是这么说 但是其实延期时间并不长 可能即使遇到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然后待会待会下来看天书玩一把 没有几个像迪斯杠是那么时尚 我们觉得二月太惨烈 我们躲一躲 直接说还行 没有意思 我觉得还挺好的 比较时尚 时尚人 这几个大哥大胡子 是老实在忍 然后继续是这个 还是试玩的新的 是这个鬼气舞的试玩 新的试玩 2月7号登陆PS和X2版平台 然后这一次试玩 其实官方也提了 就是加了新的拳头 然后也追加一些新动作 另外demo本身可以存档 所以就是在反复游玩的时候 可以提升尼路的一些招式或者能力 因为它在第二版的demo里边 尼可的商店是开了 可玩了会多了 可以在里边买东西了 因为之前官方推特公布过 比如说游戏内商店的一些界面 以及如何购买技能等等 这次你就反复刷 然后买 然后多熟悉一些游戏的基础操作 毕竟离游戏正式发售也没有多久了 拿这个先过过瘾 对吧 另外就是推拿一定要玩这游戏 因为有简体中文 也有繁体中文 同步的挺不错的 继续一个关于手王先锋的新闻 上市玩了是吗 那太牛皮了 梦回两年前 没有手球王要死了 还记得当时全办公室 如此之愚蠢的感觉 对 什么意思 跟老孙说去 然后爽 闯进门这个新闻是 他官方又推出了这么一个剧情的短篇小说 然后在小说里比较重要的有这么两件事 一个是有一个安娜的新的皮肤 猫神 然后现在的活动是你在游戏里边 在匹配或者在街机 或者在天梯里边 只要赢酒场 就可以免费获得安娜的皮肤 然后第二件比较重要的事 就是76的性取向 官方也是正式确认 76是游戏中第二位 第二位 LGBT角色 上一位是猎空 是这样的 有 当然这次就是正式公开了 是吧 对 反正是这么一个事 是 也没什么太多可以讨论的 我觉得 我觉得挺有可以讨论的 大家都讨论完了 我们就 对 不必在这里再多说了 是 然后继续是龙之信条 黑暗觉者 4月23登陆NS 太牛 好的 下一条新闻 这个可以讨论一下 我觉得 这个可以 不讨论了 游戏还是不错的 这个 我觉得如果之前完全没玩过的朋友 趁这个时候玩有一个好处 就是龙之信条 毕竟是有一种近似的多人的内容 你可以去招募别人的人物 你让Steam什么上了 然后上中文了 你再玩 发现就没有 都空的 没有人玩了 但是 它这个异步网络游戏 这个设计 有一种 现在有个 大家很熟悉的词 叫撩 你玩这个时候 你就会十分想 说这游戏就是应该能联网的 反正 它不给你通常单击 它也做成假联网 对 天气的 撩你 让你感受到 这就是如果联网有多好玩 但是并不能 对 实在是 也这种套路 天才 对 然后它也是包括DLC的 所以大家可以 好像是我记得是 NS版也有日文的语音 这个也是它后来追加的 然后也是跟PS3版比 就是没有黑边 但是其实我 因为这个的 就是PS4版 我又买了一次 其实有点失望 就是它帧数也不是特别理想 其实没怎么 没有针对这个新一代主机 做太好的优化 但是总体来说还算稳定能玩 但并不是说一个特别流畅的60帧 这样的体验 这个没有 然后好像是这个版本里 应该是有一些 这个装备在里面 就是我记得我玩PS4 那一版本就进去之后 会发现有一些 这个新手福利装备 它应该整合了一些那种 就是花钱提高体验的 那个DLC 新手DLC 我估计是PS3 只要有这种东西 很可惜 那个龙神online的中国玩不了 真的是挺不错 除了画面特别实 有 对 行 然后继续 是这个13机兵防卫圈 阿斯拉斯前几天公开了 这么四个游戏包 对 然后每个游戏包里边都包含了 13机兵防卫圈的序章内容 也就是说你随便购买 这个其中一个包 然后就能够体验到 13机兵防卫圈的序章 然后序章大概时长是三个小时 鬼才上法 对 然后这游戏包有两个 是跟这个13机兵防卫圈有关的 然后还一个是这个奥廷领域 的游戏包 然后还一个是这个龙之皇冠的游戏包 对 这个我觉得 小老师跟阿斯拉斯关系挺有意思的 阿斯拉斯游戏吧 都给世家罚 然后小老师的游戏给阿斯拉斯罚 这是为什么 感觉 这不如直接演帝 我去 大鱼是小鱼 小鱼是虾 对 一步一步的 是 就这样 对 然后这个序章是有繁体中文的 对 而且繁体中文是同步的 3月14号 就这个包卖的时候 这个序章大家就可以玩到了 对 然后继续 这个还是接着说游戏 新闻 这个邦记 正式结束了与动视的 这个8年的合作 对 然后现在又相当于是回归到了 这个独立 运营的 独立游戏 工作室的 这个状态 状态 就离婚了 就是他独立了 两人过不下去了 对 是这样 然后孩子再走 财产一分完 然后把孩子 这个法官判 孩子判给邦记了 判给邦记了 然后邦记就带着命运 对 就走了 走了 和平分手 还算是挺和平的 两个人都发了公告 对 然后挺有意思 一个事 就是这个公告发出之后 邦记发的那个公告之后 然后Phil Spencer 他过来干啥 转了一下 有啥事 转了一下 然后自己又发了一条 说非常期待今后 和我特别喜欢的一家 独立的游戏工作室合作 开发 我特别喜欢 说什么 又四川话话 就切儿切儿的 干嘛 一起通力合作 来开发我特别喜欢的 一个Franchise 中 中美合拍 这怎么行吗 微帮两开花 这还挺厉害 挺好一个事 然后咱们就看他们之后 是不是还能鼓得出什么 好的美爱 包括我估计 这样的话 我还挺期待 邦记的下一个 命运2的资料片 可能就是他完全独立开发的 是不是会有些地方不一样 这个我都还挺好奇的 但是这个其实也需要一个过程 是的 因为并不是说这个职业就散了 就完了 卖手去 就各种各样的事 现在好像这个 命运2的命运 这个是运营相关的事宜 还在进行交集 因为他运营工作是逐步的 对 一边一边 慢慢的是完全过到邦记的手里 是的 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 从推断上来看 就是因为今天我特意看了一眼 这个Fuse Venter 发了这条推之后 底下这些评论挺有意思的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 我是觉得 如果他们这么撩完之后 不是我们想的 什么是我们想的 那就是 就很尴尬 就很76了 哪个76 你这个可以 这话可以 行 然后也是希望邦记之后 能够有很好的表现 包括无论是命运2 还是会有可能的新项目 或者是有可能的和老朋友的新项目 新开关 穿新鞋走老路 浩瀚星 这是穿老鞋走新路 你怎么给人说的那么不堪呢 浩瀚星海 我们再会 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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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然后继续呢 我说两个电影的新闻 一个是阿丽塔 战斗天使 正式在国内定导 2月22号 好 阿丽塔 对 这得看 痛梦 看 这个 确实得看 非常推荐大家 然后第二个 燃点今天上映 非得提 非得提 我以为你要说这个 不是 是另外一个 当然这个也可以说一下 可以 非得来 对 念叨一句 今天上映 对 好 然后这个 我本来想 想说电影新闻 是这个 米克尔森的新电影 叫做这个 极寒复出 是 这个1月25号 登陆Netflix平台 Netflix最近可以 网飞太猛了 是不是现在 啥都能 巨猛 真的是 就动不动 就 每隔两天 就一个新电影 的预告 然后你一看 这新电影里边 这个演员还都挺厉害 对 那接着选 然后今天其实还有一个 是这个杰克 吉尔哈尔主演的 对 一个电影 然后那个 选网飞的 一鸣有点 有点混乱 点什么 天鹅绒 电锯 不是 天鹅绒 电锯是直译 就是他官方 还有一个 译名 叫什么 易海 易海遗魂 对 易海遗魂 就大概讲 就是这个杰克 吉尔哈尔 演一个 艺术品收藏家 然后一次 偶然的机会 他见到了 这么几副 一个死去 艺术家 做的画作 然后这个画作 看着都比较诡异 什么画的东西 但其实 这些画作里边 都隐藏着 非常可怕的 超自然力量 对 是一个惊悚片 算是 其实这一周 王妃的东西 真挺多的 各是各样 对 然后我都说一句 就是这个惩罚者 不是也是这周 对 想看 我特别喜欢 这是他那个 捍卫者联盟系列里 我觉得反而最好的 一个是这个 除了夜魔侠的第一季以外 第一季挺突出的以外 其他那几个都挺失望 但是这个惩罚者的第一季 特别好 而且感觉 看着预告片 给你第二季 应该也挺不错 包括这个第一季的 动画也有网费的 也是一口气 直接给你 网费 生动士 还有那个 卡门 卡门 对 还有卡门 然后还有自己 各种原创的动画 他现在发展的速度太惊人 就是他这个动作 他其实 他现在就是和中国 已经开始合拍电视剧了 已经都出来了 然后泰国那边 也有网费在合拍电视剧 泰剧 日本这边好像也有 很多 今年很火的花火 就是网费拍了 太猛 扩张特别快 而且落地 落得特别的扎实 对 一下就 了不起 而且我这回去美国时候 因为住那个地方的电视 可以看网费 然后他自己就带了一个账号 你可以各种看 我真的觉得 我能坐在那看一天 就这看完了 然后他给你 马上就拉一个 推荐几个 这个我想看 对 就这样 下去了 那之前我跟中兴还聊过 就是说太可怕了 我拍这边 以后就是有一个非常可怕的 未来的景象 就是我们走出门去 去电影院 看的全是迪士尼 然后回到家里打开电视 太可怕了 而且都能看得下去 都能看 是这个特别厉害 人家就是花 就是一个用资本的运作方式 给你搞出一堆7.5分 你哪个都能看 你也不说 咱不拍SBO那种 什么 就是9分那种 不要那个 就7.5 看电视 也有一个合同 打发闲暇时间 打发一辈子 我感觉网费那模式 就有点类似商业模式 验证成了 然后大线进来 就开始 一切地方全试一遍 就转 开始转 就转起来 对 就那种 Night please and chill 然后刚刚说 米克尔森这新片极寒复出 我再简单介绍一下 他也是一个动作片 然后米克尔森演的是 一名已经退休的杀手 是 这次没有狗 没有狗 但是也差不多的感觉 就是他办一个 已经退休的杀手 拿了退休金的 对 然后他以前的雇佣他的公司 就想说派出一些年轻的杀手 去把他杀死 然后把钱回收 就这样一个事 觉得赛三演过类似的 对 然后米克尔森就被迫又重出江湖 这就属于那种有点爆米花的动作片 还是说 是这样的片 对 而且其实从预告看 他有些没有特别的合理 是吗 就是挺 挺那剧情概要的 你都不想动脑了 我印象中 麦子书没怎么养过这样片 我没看过 因为他里边有些片段比较非 他挑片子还是比较 比较那样的 以前那些片子都挺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去豆瓣上搜一下他的名字 他名下的这个片子基本都七分以上 而且八分以上挺多的 他是一个挺挑片子的演员 是的 那获宇这个金银他演艺生涯的下一个阶段 不知道 瞎说 他也欠强了 瑞典地古拉斯凯奇 这样 我这做为一个 不是制宝 做为一个卖出粉 我还是挺想看这个 挺想看 就是预告里边有一个片段比较非 他拿着红外的手套 那太逗了 他是动作戏也很多 什么这种 他预告里看不出太多的动作戏 他主要是这种枪战 他不太像 比如像张卫克这种 就是很近身的格斗 他就是 对 就是卤 就是干 那种感觉 对我感觉他不擅长演卤的 不怎么演卤的 他这个角色 估计符合他的话 应该是那种斗志的 对 就是那种 或者007 设计很多机关 很多什么那种 对 然后很轻松的就把人家杀了 可能是那种的 这挺期待 可以看一看 反正1月2号就上了 这么近了 对很快 我现在就想赶紧 咱们凑一个 大家就 大家咱们凑一队 可以买网飞的 网飞大约瓶 对 大巴买了一个吧 大巴好像是跟谁买的 我忘了 大巴之前不都是一买 买一个月的时候 看完拉脑 是吗 都这种 他认识模仁的时候就买了 对 因为网飞上真的好看的太多了 是 这太可怕了 真的是 行 然后我这边的新闻大概是这些 我这 断了两周之后的文明 又回来了 这周的新文明是马里 马里这个文明是 撒拉沙漠北部的非洲帝国之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非常强 马里地区应该诞生过 几个非常大的帝国 然后在马里之后 还有一个帝国叫桑海 桑海帝国其实就是文明五中的 其中一个黑人帝国 然后桑海帝国 其实也是非洲黑人原住民的 最后一个大型帝国 在那之后就是殖民时代了 然后马里在他之前 其实据说比桑海还要繁盛一些 然后在文明六里的马里 基本上设计成一个围绕着钱 来赚起来的一个阵营 经济帝国 对 就是大量的得金钱 他甚至有些特性会降低 他的一些矿山的产能产出 他就是只有钱 全是钱 然后特殊单位也是 有一个加成是可以互卫上队 像这种 然后买东西更折扣 然后他同时还是一个 对沙漠地块 利用力非常高的文明 然后主要就是 对 就是一个掉钱的文明 而且因为他这种性质 反而他的玩法可能会比较多样 就是不管你冲着哪一种胜利方式去 有钱好办事 钱都好办事 所以估计可玩性还挺高的 就是这么个事 Wakanda Forever 对 然后 这个 预避的来信 Forever Forever 这个 奥德赛呢 刺客信条 奥德赛 这个1月更新内容 基本上公布了 首先是 第一把秀剑之传承 这个 额外巨型 第二章 15日就上线了 第二章叫做 暗影后裔 什么 然后叫 是太阳那个 后裔也是 对 后裔也是 是什么 摄完太阳就黑了 就是这样 最爱有后裔 你们怎么这样 行 然后这第二章会去 这个上古维续者 这个阵阳 他在别的 这个亚干亚港口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 然后你要去接着 进一步 这个 去揭露他们 然后去这个 阻止他们的这个轨迹 好 然后这个1月15日 就算正式上线了 要完成第二章的话 你首先要完成第一章 这是肯定的 全面猎杀 同时要完成 主线剧情第七章的 这个奈克索斯岛的任务线 然后这个 第二个就 这个 而且至少要28级 然后就开启第二章节 那还行 就中 中 不到一半就可以玩了 是 然后还有这个 新的更新内容 这个失落的 希腊神话 包括这个 莱拉伊亚之女 和这个 诗人的成就 这个是有很重的 这个RPG要素 就是你有一些抉择 会决定这个 你心遇到这个村子的 各种各样的故事 这样一个内容 好 然后还有这个 独眼巨人 阿尔杰斯的这个挑战 然后他会掉落 这个传奇武士 传奇的这个武器 叫这个 赫飞 赫飞斯托斯之锤 好 然后这个后期挑战 50级的 这种后期 类似这个 Endgame内容 然后这个 Ubisoft的 Club的奖励 是这个艾亚 就是上一代 起源的艾亚 会加入到你的 船队当中来 这个艾亚 就是 船集船员 对 就是相当于 这个俩人分了之后 就来这边 在船上 过日子 好 差不多就是这些内容 好 可以 然后 我再补充一个新闻 行 然后是这个 最终想15 主题的 奥迪R8 现在这个 11号 就今天 开始拍卖了 对 在东京拍卖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 可以拍一下试试 拍一下试试 我说购户 怎么没上班 你们谁买 真正有钱的 不都是那种 带拍的吗 就是 购户是替别人拍的 整个户口去 不是你带拍 都在找那种 个高的 你怎么这举 都看不见 你看到平时买那鞋 对 然后跟我就说 这位大 小朋友 对 小朋友 举杯曲到底是 行 你们可以 谁买借我做过 然后还有个新闻 是一个科技相关的 在欧美这边有学者 天文观察作者 发现了在一个特定星域的 遥远的未来 发现了一串 稳定持续的信号 然后很可能 携带信息 不要回答 但是你看今天 其实陆续有一些 相关的 他去分析 到底是不是 接触类的信息 对 然后包括 其实看这篇报告 他也不是第一次 他其实之前也发现过 然后有很多 希望大家能够 比较冷静的 看到这个事 他也不是一个 非常特别爆炸性的 有一个评论挺逗的 说最后经过查证 说是21年前 人类自己发出来 证明和宇宙是圆的 你这段有点精彩 这可以 微博上看别人说 你这个很有 联合金白要指南风格 这效果 可以 差不多就这些 这周有没有玩什么换节 可以说一说玩什么 有吗 42有吗 我们应该打麻将 你说说吧 你们要说这个 我以为要说什么 先说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玩雀魂 它不是H5的 随随随便可以开 也有 对 什么极端也有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因为它是H5的 所以它多平台的互通 都做得非常好 然后它就是一个 很传统的 日本麻将的游戏 然后它的额外付费内容 是很 怎么说二岁元式的 就是抽人物 这些励志棒的造型 你们赢的是啥 分是吗 对 它还是继承了日麻的模式 应该是尊严 应该是尊严 也有他们在他们那游戏里 互通的一些货币 什么那种 没有 其实打断位赛 它有一个排名 别的其实没 竞技性的就赢了 然后就有 这游戏就很纯粹 就是客的那部分 特别就是纯抽点东西 然后打牌 大家就是正常打牌 现在每天中午都会开一局 前周五 你们不是被老白 社会麻给虐了吗 社会麻 前两天 前两天打的时候 前两天 前两天打的时候 可能还有像Wing这种打广麻 然后就不知道日麻怎么打 大家还在摸索 一般人狂吃碰 碰完之后问 怎么胡不了 废里 疯狂的吃碰 记不住意 就是不知道有一意起胡的东西 因为国内很多麻将 没有这个规则 你必须有意 它这个纯数学 就是你打达到一定的行 就可以胡 日本那个就是说 我就规定了 就这些种 别的都不算胡 实际上其实倒也不是说 一定要门清 因为后来想了想 因为有非常简单的意 就是非常简单 比如说你碰个字牌 你就相当于有意义了 你就打得很快了 对 或者你碰个什么自封牌 不就有意义 然后反正打的曲目乱舞 反正因为我跟别人打的时候 大家都打日麻的 然后打得还稳定一点 场面是能理解的那种 情绪比较稳定 不是 他们打的牌还是可以理解 然后办公室里打起来 就是这个 啥样都有 特别猛 中午我们还想睡一会儿 结果他们就 突然听见一句 今天就中午被老白虐的 自娃乱叫 说一会儿老白又胡起小队了 一会儿老白又自摸了 没看今儿跟老白累的 扣一屎睡觉 睡的正睡的 今天 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中午的 我发现后来很多新人 可能都会经历这个方式 学习到一些东西 然后因为我给了 我给老白点了一个 三万两千点点满了 最大的 这个过程差不多就是说 就是傻子爸姐开两次杠 就是干了这么个事 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日麻的规则 就是这个日麻中也会翻一张指示牌 就是可能很多地方 马上有会儿这个指示牌 日麻翻这个牌 翻出来的那个东西 不是这种可以百搭的牌 这张牌叫宝牌 这个宝牌 就是你胡牌的时候 每有一张宝牌 就多一翻 多一翻 多一翻 然后当你开杠的时候 会额外再翻一张宝牌指示牌 然后当你立直 胡牌的时候 会看这张宝牌指示牌下面那张牌 也有指示宝牌的能力 就叫李宝牌 然后 我们家的东北那边有这个玩法 你不知道吗 没有 我家那边是翻会的 就是从那个牌尾到打宝 没有 我们家那有这个 我家那没有 就纯会 然后 对 我觉得日麻好学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有会 没有会 你知道 我算没会 然后 然后我就开心的开了个杠 因为其实我当时也快要胡牌了 然后又想起了天才麻将少女 对 就是 少看 少看动画 然后 然后摸来了那张领上牌 就是开完杠之后 不是要摸领上牌 那领上牌还能开一个杠 因为我当时在做这个三安课 双杠 我说 我想想 操 这要不然我再杠一个 然后咔我就杠了 杠完了 然后这不就翻出来 就是宝牌很多了 然后我又摸了一张领上牌 然后没 我不需要 然后就打出去了 然后 然后老白立直的 让你拼这张牌 就放冲了 放冲就算了 其实很小的一个意 然后直直给老白翻出来 连宝袋里加些七八张宝牌 然后直接就 当时我是一位的 差点都给我飞了 老白可以 包括 其实这个是属于临时出的问题 包括老白 这个打法 十分的老豆 听牌非常快 听牌贼快 蹭蹭的特吓人 然后 中年社会人打牌 太可怕了 偷偷摸摸摸摸不进去 对 嗷嗷的就 很有意思 反正日麻是 我觉得 比如说很多朋友 不会打麻将的话 从日麻学起 有很多好处 我觉得我们在录节目 简单提到过 刚才我说的没有会 然后会好算一点 然后因为特别重视意义 反而背起来虽然麻烦 但是你背完之后 做起来没有那么大压力 你就断要求 哪有那么多意义 没有 全断要求 所有你们水平不行 有字的话 你就碰 碰完之后 你就不管断要求 然后还有一种 他打起来 因为正听规则 包括一帆起胡的 这样的规则 让他打起来 比较偏防守 你不会像我家打麻将 打个五六旬 大家上上牌 碰了七八二 手里三四张了 然后马上就 马上打完算钱了 不是 所以就学起来 可能你会更有参与感一点 打的牌多一点 不然的话就 日麻就一看起来不是一个截日麻将 对 他就是打的 玩得很赌的话 对 板板正面那种 咱们就是过年玩 像你说那种 就是打个七 七的花叉 对吧 一刀性过个年 完事的 日麻就是更像是个 日麻很严肃 电子游戏 竞技向 竞技游戏 竞技向 而且再包括像雀魂这样的H5 就很容易组一局 现在前一阵 我们的群里一到晚上 大家发的都是 避兰幻想的 帮门打组队的 反感号 然后最近的全是三缺一 三缺一 像是这种 但是如果凑不够人的话 他也会给你自动匹配 对 电脑还挺狠 很有意思 反正再练一练 看什么时候能 我每局打出 正负零了 我也和 这个水准 然后回头咱搬一GCC 就在哥华 可以 给大家看一看 天灾麻将兽女 举重赌博 请务必看一下天灾麻将少女 除了是个很好看的百刀翻之外 我觉得最好是 看之前先能够 大致了解一下麻将规则 因为我当时 我最早看的时候 我完全不懂 就没看 看之后觉得就很累 因为他里边很多桥段 确实就是 你得知道这麻将是怎么玩的 而且天灾麻将少女里的 棋谱是准的 就是非常正的 排谱 他那排谱 就是仔细考证的 虽然有超能力 但是排谱却是对的 很有意思 好 别的你还玩吗 最近 什么一马家 没有 别的还 然后因为黄埃空战要卖了 但是玩不着 很愤怒 是 然后最近 为啥玩不着 没卖呢 是 然后就 还有一个 最近推荐一个 给大家推荐一个 已经正在众筹的一个项目 现在还是代号我们 叫Project Wingman 然后是一个现代空战游戏 是一个众筹在制作 质量非常非常高 然后也是那种比较典型的 可以说是这种 所谓的叫阶级空战 就选任务进去 然后你在空中进入战场 然后对面飞机过来 然后开始打 有一些气动上的要求和压力 你需要做这些机动动作 然后也是现代空战的模式 锁定 导弹 机炮 这些东西 然后质量非常扎实 虽然现在还是个Demo 但是这个Demo 4.5个G已经相当的 内容相当多了 只不过没有剧情 但是它已经有两个特殊模式 就已经能玩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黄帆空战确实也快卖了 是的 我觉得在此之前拿这个 先爽一爽 爽一爽也可以的 差不多是这个 黄帆有吗 我说俩吧 好 先夸一夸 我最近找时间玩 玩神剧原则2 因为我不是 我很少玩CRPG 是少 连暗黑我也基本没怎么 2当时玩过一点点 这个确实不错 是吧 人家是扯 就是任何地方都make sense 对 就这个是在现代游戏里 就很难得的了 因为我们这台玩的游戏 就是说 就是 有些地方凑了凑了 有些地方你会觉得 这个不可领域 就是 你会知道 这算了 他有就玩一小部分 这个游戏 从就是说美术上 视觉呈现上 音乐 对 然后你剧情 所有的你跟人对话的 每一个字 每句话 然后玩系统 对 感觉是一个千锤百炼的 因为我没玩过CRPG 但我能感觉到他就是 但首先他自己 有一些好的地方 对 我也不好 我不懂不太多说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 除了他自己 这些独创的东西以外 他在CRPG 这个大巨人的肩膀上 是 有能感觉到这种厚重 就是那个系统真的是 你这么研究吧 系统比你高明 这个是在现代游戏里 很难得的了 尤其这个什么 贝泰斯达那种傻逼游戏 玩多了之后 你贝泰斯达游戏 给我玩一种 我不相信有 做游戏的人会这么傻 然后你试一下 但是我一边发现 我还真有这么傻 在那边做游戏 对 但是你玩这个人权最二 能就是对这个 就是已经经过数十年 打磨过的这么一种游戏 核心玩法 产生一种敬畏 就你觉得你聪明 你想各种办法 就想在这个系统里 找一些捷径 他想到了 所以你会发现 他都想到了 所有玩法都行得通 而且都在这个 合理的范围系统以内 有乐趣 然后有制约 有这个体验 非常非常不错 所以我也推荐 像我比较偏日式的玩家 也体验一下 而且我觉得他上什么门槛 真的比什么有红蜘蛛什么的 要低很多 一进来还挺友好的 虽然不要被一上来 让你选好多角色 好多职业 点好多点 就是吓怕了 因为我后来是那游戏 不是可以随便洗的吗 上来如果你懒得研究 你也不用研究 我就点 我就是 这42高手 我说我玩之前 我先去网上查 我说哪个职业搭配好 怎么怎么样 他说你不要查那些 你就先玩 预设人我先打 我就随便就选一手人物 然后看谁长得好看 我就夹到队里头 然后就也能玩 对 而且之前跟龙马也说了 传统的CRPG 像什么博德之门什么的 它其实是一个 本质是回合制 但是它是及时流动的 因为跑团也重视说 一个回合5秒 要流传感车 然后反而神经元队 把节奏拉回来 变成了回合制的时候 你反而变得更能理解 更容易理解 它的战斗是怎么 一步一步生效了 所以就确实很不错 很简单直接 又很有深度 确实是 为什么这种类型 能够这么多年 是 然后还玩的什么 说一下什么 空洞骑士 咱们那个 但我已经打通了 大概是三十几个小时 左右通关 三十 三十小时 然后 游戏肯定没得说 好是好 但是我想说两个 不好的地方 我觉得我玩是 特不爽的地方 但我不知道应该不剧透 一是它剧情 因为我玩是中文版 我听很多人跟我说 说是英文本来的文本 特别好 写的说甚至是有杀翁风范 有范儿 词都是押韵的什么 是那种 但是它翻译中文之后 不说中文翻译的不好 而是它肯定是很按照原文 这么翻译 翻译完之后 它让我放弃了 去了解这个游戏的剧情 我说算了 因为它本身 它这个独立游戏 它那个剧情 你能感觉到很重的 我不知道 有引号的山寨感 它肯定是有一些 像其他我们熟悉的 某些游戏 已经吃进了 那个气氛和 都差不多 你出来 大概是这么回事 但剧情是这么回事 你还想知道 但是它在文本就搞成这样 每个角色都不说人话 确实不是人 虫子 对吧 它说的话都不连成劲 上海外也不接着 它可能你要花很大的精力 去把它拼在一起 可能你会了解 这可能也是一种乐趣 但是我觉得 本来就很碎片的叙事 然后每一块碎片本身 又特别的诡异的话 就会让我产生一种 很疲劳的感觉 就是算了 我就玩游戏好玩就得了 不是很有兴趣 去了解具体游戏 到底是什么剧情 反正大概就都回事 就是这样 但是我可能思战也不太同意 他会觉得说 空中期是剧情特别好 或者是怎么着 英文文文特别好 但我是觉得 他就是会让我这种 玩家就会觉得说 算了 有一种放弃的感觉 就对他的剧情了解 还有一个不爽的地方 就是你要打真绝集的时候 你要打这么一个关卡 叫做白色宫殿 毫无道理 真是什么毫无道理 因为我是一个 不玩平台跳跃的人 蔚蓝我都没玩 基本上读的游戏 我都买了 结果玩上了 还是让这游戏让你玩 结果我玩了三十几个小时 特别好的 我等着最后 有什么连续的连织豹子战 什么的 最后告诉我 你什么刀 我记得都没用 跳吧大哥 那个难度 我觉得基本能达到 蔚蓝的B面了 是吗 对 巨难 反正我是就跳了一晚上 我倒摔手柄了 你是拿NS玩的吗 我是Steam 因为它是 那游戏EA的时候 我就买了 那你知足吧 中间我就 中间我就断了 玩了一下 就放弃了 然后后来咱 核击变什么 然后羽毛弄在挑战上 我也是 看着它 然后又勾下来 玩上了 这游戏的Boss战 给你们磨了一年 你们都没买 还是得当核击变 我是首发买的 核击变就这个好处 让你花钱 然后就玩了一下 感觉就是除了这两个礼仪块以外 我觉得其他都挺好 然后再一个 还是能感觉到什么 就是跟羽毛也说 他也觉得 十几个小时之后 跑图会变得有点枯燥 就是去解开那些什么东西 什么的 然后就想打Boss 就想就是这个 Boss上世界特好 对 我也觉得是 能感觉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游戏的 就是怎么说 花钱的地方 还是有价值的 对 你像以前那些老的 经典的 Mancho Vini 恶魔城什么的 我们跑出的时候 没有觉得枯燥 对 毕竟还那些 还是大制作的 在当年大制作游戏 就是在美术上 各方面都很到位 比较饱满 对 这游戏虽然说 我只能说 它美术是个讨巧的方式 就是用很少的精力 可以呈现出很不错的表 但整体来说 还是个独立游戏 就是很单调 白的 黑的 就小人 大概就是像简笔画那种风格 所以跑来跑去 还是会烦的 所以还是希望 如果说大厂 能够再投更多的资本进去 还是做一些Mancho Vini 我觉得还是有出路 毕竟包括今年八方旅人这种 对 它明显就是比独立游戏 高出一大块 对 然后还是那种复古 而且还是有市场的游戏 卖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游戏成功的例子 可以让以后这些 已经渐渐在主流里淡出的 这种老的游戏类型 让被大厂再捡起来说 其实这些游戏 我们还能做 不用再花几个亿了 我们稍微拿出一点 比独立游戏高一些的资本 用我们的现有的资源 可以做出来 比独立游戏好的多的效果 我那天做梦 梦见月下重日了 真的是做梦梦 我的梦是好一回来 几分钟 我最近也玩空洞的 但是比较前期 刚才咱俩不给了 我可能才到第四张地图 因为我之前也说过 可能是有本身的问题 我不认录 我只是真的不认录 包括买了地图之后 我可能到一个新的版面 我就得打个地图 看一看我具体的位置在哪 然后之前如果录过了一些钱 我错过了 可能过个十几分钟之后 我真想不起来那钱在哪 我就是不认录到这个水平 所以在游戏前期 大概三四个小时的时候 给我一种感觉 可能是这个 当然我知道他们开发组 只有三个人 可能他们在前期 对自己的游戏整体的架构 稍微有点自信 所以导致了可能对一些 不是特别喜欢 Manserwinia类型的玩家 会不会再出击 会被劝退 可能是有这个风险 因为你在中间 整个玩的过程中 你能感受到独立游戏的时候 那些有一些欠火候的地方 Manserwinia整个不是讲 有一个 它其实有个体验的曲线 最起码先带你进来 你像比如最好的月下 它的体验是非常平缓 非常 你在每一个地方的体验 都是有稍微有点负面 马上给个正面给你 你获得能力 拿到装备 它都安排的体验非常好 让你一直有奔条滑下去 月下的舒服就在于 你前期你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对 然后空洞的话就会有问题 可能对一些 不太擅长动的游戏的玩家以外 它有好几个坎 会让你把这个游戏弃掉 这个就是它其实作为 独立游戏就有三个人 或者是经验也不够 卡卡周期之类的 它在所谓的心流 不是那么考究 你要有的时候 会克服一点自己气馁的心理 然后再往前玩 有点茫然 然后你就又接触到一个甜蜜的地方 然后马上可能又有一个向下的地方 那个东西不是很考究 但是这个游戏 还是再说回来再夸的话 就真的是 尤其是BOSS战的魅力 在于什么的 就是你能特别快的 意识到我的进步 原来是能特别及时的反应 在我打BOSS这个状态上 是的 就是它的节奏感 真的爽 所以就是 虽然有点难受 但真的很爱这个游戏 但最后突然变成 平台条也没有这个道理 你去玩未来 这就是独立游戏的魅力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我感觉它做到最后 发现它未来好好玩 我也做一个 但是我特别庆幸 我未来是在X1上玩的 对 所以那个手柄 可能让我觉得稍微舒服一些 因为那好 到最后给我捏的 太疼了 好 然后我的话 这个又玩回了 是往前锋 因为想拿这个皮肤 好 我对不起 我又给暴雪 送钱了 没到没送钱 送游戏时间了 但送了时间 安娜皮肤确实想要 是猫神 是真的很不错 这个IG主题吗 还是什么意思 因为安娜就是个埃及人 对 安娜和法英 这不就埃及母女吗 对 那个猫神叫什么来着 之前 贝斯特 这个中文 这个暴雪好像没翻译上贝斯特 反正是差不多是这个名字 贝赛 博士吧 博士 然后除了爽先放 这个就没什么可说的 这不说 然后有一个游戏我很想玩 我在犹豫 我这两天在犹豫 是不是要买 是这个Steam上一个游戏 叫做Parky Tech 是一个游乐场建造模拟类游戏 模拟精神游戏 Parky 就Park Parky Tech 就跟这个意思 这个名字 对 然后其实它就是一个模拟精神游戏 你建造一个游戏场 然后去运营它等等这种 因为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过山车大亨 对 我特别喜欢这个游戏 然后后来其实Steam上有过山车之星 这个游戏 对 但那个时候很多人说 觉得过山车之星是过山车大亨的精神续作 但其实还不太一样 他们俩注重点不一样 过山车大亨所注重的 有一个点是过山车的修建 因为它自由度在当时来看是很高的 你可以自己去搭这个轨道 然后你想它你怎么翻转等等 你都可以实现 但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经营这个公园 对 就比如说你除了建造过山车之外 你要怎么把你这个公园经营的非常的好 让别人爱上你的公园 让别人愿意在你的公园里花钱 这是它最重要的两个可玩的点 但其实过山车之星最注重的就是修建过山车 就是怎么能修建出各种奇奇怪怪的过山车 它遵循物理规则吗 算是遵循的 但是有好多人修那个 就看起来并不遵循 也能成立 也可以成立 因为如果你在YouTube上搜过山车之星的视频 你发现大家展示的都是自己修建那种特别厉害的那种 对 他都骂人玩死吗 就是谁游客去 会出事吗 那好像不会出事 就是一个设计 对 你真人敢做过山车吗 我做过 但是你要说问我 敢是敢 但是我不会说很自愿很愿意的去做 我不敢做 甭跟我提长玩意跟你说 我来不了 来不了 我也来不了 龙马怕这个 我怕这个 我媳妇特爱做这个 就行 女性对于这种东西的接受能力就程度会比较高 我们都做过两回 全程就闭着眼睛就过去 就不想回想 睁眼就要疯了 太可怕了 包括游乐园里那些转什么起来 我都不行 宇宙飞转那些我都不敢做 对 高 快 什么 转都不行 别让我的脚离地 你知道吗 我是个脚踏实地的人 不敢做 对 然后所以刚刚说这个国人车之星 其实这个可能只是在某种程度来说 跟这个国人车大亨有些相似之处 但其实这个Parkitect就更像是国人车大亨的这个精神续作 因为他除了说当然也有建造游乐设施 修建国人车的环节 他把这个经营部分又更细致化了 就比如说你不像以前说你单单的 比如说你想在你工厂里建一个卖东西的商店 你直接建在这就完了 他这里边是你建完商店之后 他后边还有一系列的东西需要你去规划 对 所以说他把重点也放在了这个经营方面 对于喜欢模拟经营类的朋友来说 其实这个游戏比国人车之星要更适合你 对 然后这个游戏 我今天晚上回去买吧 对 我补充两个相关的一些是没怎么玩 其中一个是这个杀戮尖塔 开放了这个Mode的知识 然后这两天那真是 爽 Mode 对 就是他可以允许玩家修改 比如说自己设计牌 然后自己设计个职业 然后替换卡面 那不得人拿这个座椅龙世川说 玩家的能力可是 做个什么A牌 这个真了不得 然后所以这个NS版要不上了 但是这个林的NS版的上线 这个Steam版有了这么个事 很牛逼 但是我还没有机会仔细的翻一翻最近的创业攻击里有没有哪些神作 我看到一个做了一个人物是东方的摩里莎 特别牛逼 我其实不是很清楚 他单独做了还是说他就把那机器人那个球改成了 我还不太清楚 我想翻一翻 我觉得这个 万物皆可东方 东方 还有一个游戏 推荐给大家一个 叫Ariel 4643 这个游戏是 忍者杀手世界观下的一个游戏 然后玩法是这个 迈阿密哲县市 忍者杀手是什么 对吧 对 忍者杀手是前年了吧 已经是 17年了 忍者之胜我要知道 是这个班级社的一个动画作品 特别怎么说呢 靠他的 不对说靠的 反正是靠 动画是吧 忍杀嘛 你以为什么呀 游戏 忍者杀手的 对 跟他同世界观的 然后这忍者杀手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赛物捧客动画 我看过那小人 对 都是纸片人 我知道了 那个 突然就知道了 那个Ninja Slayer是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他原来我印象中 他是这个九几年的时候 是在美国的一个 就是赛物捧客的这个 就是读物 然后 他被翻译到日文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些直译 日式直译 然后就导致他那个成文很模型 然后就成为了一个 很棒的这个亚文化 瞎喊 对 瞎喊 然后包括里面有一些这种 就是忍者之间的开场之前 一定要这个问好 之类的 然后死的时候一定要说 这个塞尔纳了这样的 特别神奇 还有一些奇怪的叫声 就已经 它是一个很亚文化的 用程具写成了奇怪的小说 然后也号称这个无法 无法动画画 然后当时这个班机社就 接下来 做上动画 做上一个特别奇怪的动画 包括这个 纸片人士的战斗 算是当年的什么 泡泡子那种感觉的 但实际上它不是 不是喜剧的 就是它一往后看会非常严肃 这还不喜剧呢 反正我当时 对 就是你看起来很滑稽 一开始看很滑稽 但是你看到后来 故事演出 其实都非常厉害 后果会不是喜剧 很深邃 是 黑色讽刺 太深邃了 反正也是跟它同世界观下 这块游戏叫 Area 4643 非常棒 是一个俯视角的 动作射击游戏 对 也是那种主打 爽快快节奏 非常棒 最后说一句 这周末 我有点打算想去看 奎迪2 行 是 说到这个 吓我一跳 刚才说看了什么电影 因为我确实前段时间很久没去电影看电影了 对 很尴尬 错误很多 然后在飞机上 就上礼拜在飞机上把毒液看了 过了这么长时间把毒液看了 其实就看着很奇怪 觉得这个电影 很奇怪 对 就是包括他们俩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变化 情感的变化 就挺奇怪的 感觉跟MV似的 啪啪啪啪 对 反正就是打嘛 是 就打 对 然后读业就没什么可说的 就挺一般的 我觉得是 然后还看了一个 是这个未来的未来 这个戏舔手的这个动画 因为我之前其实 其实我很喜欢他的作品 然后未来未来是当时出的时候 我也很想看 但在网上也是一直没找到 然后在飞机上看了 也是 怎么了 也是有点出货的意料 是这个贬义项的出货的意料 评价不是很高 对 评价确实不太高 因为当时这个动画刚出的时候 然后我看日本那边 有很多人评价 说这个就是一个戏舔手 对于自己的这个 Fetage的一种释放 我当时不是很理解这件事情 这么有名 但其实我看了之后 没有什么Fetage 你知道吗 其实就是这个故事 大概讲 大致讲 意思就是一个小孩成长的故事 对 就是一个孩子 突然家里又多了一个二胎 然后这 然后 莫测 老大成长的故事 对 这个也很符合 现在这个 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应该看狗十三 对 狗十三 狗十三 算是18年 19年 这电影 18 18年 我见过 在中国所有华语电影 用力最他妈猛的一个电影 而且它是 其实应该之前上 咋叫用力吗 到了18年 太有力量了 是吗 就是这个片子真是 是吗 他那个宣传语教 每一次成长 都是一场凶杀案 你看吧 我真的不太好形容 就是 但我不知道 是不是所有人都能 看到就是 那个片子里 想展现那个东西 可能因为我看到很多豆瓣的评论 他根本没看懂 虽然我这么说 有点装逼 是吧 奇怪了 但我真的这么说 我真的觉得 豆瓣的很多人 就是 这个电影在 他用特别白描的方式 所以才残酷 他拍的特别真实 但是你就知道 真的是这样的时候 但你反应过来 现实中是这样的时候 他特别恐怖 然后很多在豆瓣里留言的人 我说他们没看懂 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 那个片子 攻击的就是他们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 是要观看那个 所以怎么说 当别人骂你的时候 你不一定能理解得了 这个是 这个是 我靠 这么深刻 特别有力量的一个电影 特别好 在我心里 这是我在18年看过 最好的华语电影 比这个导演之前的作品 都要好 可以去看 是吧 我都不敢说 我就把海王看了 我也很想看海王 我看了 海王2月份才下呢 不是我看了 蜘蛛侠真好看 蜘蛛侠太好看了吧 是吧 蜘蛛侠我也没看 我错过了好多电影 不说 你康复了 可以去了 但你别看那种 杜比全景声的电影院 那个震 是 你也别看4DX 蜘蛛侠我在影院看的时候 它那个就是 帧数有点低 是那个电影动画 本来就那样 对 这是它的技术 这是有点低 就是它有点 它有一些动 像定格动画 就是可以做的 它会在联关动的中间 抽掉几个 我觉得如果看之前 没有人跟我吹那么多 说这有多牛逼以外 我可能会看得更开心一点 我猪猪侠快看哭了 看之前跟我说 很多人跟我把这 已经吹上天了 看的时候略为失望 但肯定是好 但是没有说 我觉得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 可能是最近 超级电影很疲态的 这人买的东西很疲态的 这个东西就是拍的很有心意 特别心 我又喜欢音乐的朋友 说那部片就是特别懂 音乐不用说了 音乐不用说 音乐这个是电影里 最好的一部分 然后当然了 配合音乐的画面 但是它就是漫画这一点 运用的特别好 对 它这点特别好 所有的漫画的东西 它是一个让漫画动起来 它不是动画片 它是一个会动的漫画片 不知道这么说 大家能不能理解 所以很有特点 我觉得蜘蛛侠的改编电影 很重视表现它 蜘蛛侠漫画那种魅力 比如说它那种 就是它的说话 或者是它那个演出 但是我觉得 它的真人的改编 其实很多都没有 就是用到点上的那个劲 因为我觉得很多中国的 就是非这个谜吧 非这个粉丝以外 大家会觉得说 有那么多超级英雄 为什么蜘蛛侠就这么红 对吧 其实它算是最红的超级英雄 之一吧 能力也不是最突出的 也不是最帅的 设定也不是最有钱 最高的 为什么它最红 所以我觉得这部动画电影 漫画电影 就很好的要你告诉你说 为什么这个角色能这么好 是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蜘蛛侠 对 就是真的都非常棒 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 蜘蛛侠这个超级英雄 绝对就是属于 我看的时候真太感动 对 当我看完的时候 看的时候感觉特别特别好 我就是单纯觉得 这个电视本身太好了 是 反正非常棒 故事其实还是一个很老套的 对 我的故事 套路故事 就成长嘛 但是套路也有高低之分 对吧 就和你跳水 标准动作 也有完成这么多的好坏 对吧 这个大荒风 我觉得完成的就很喜欢 开始了 对不起还没去看 对 我还没看 都是这个 不敢说 都是这个规定套路动作 规定动作 但是我觉得这个蜘蛛侠 确实完成的非常好 九分的动作 但是我个人觉得 大荒风这个完成的 就相对于 这个怎么讲 这个平凡了一点 平凡了 然后海王的话 我不得不说 跟罗马说的都是对的 真的跟游戏CG似的 那给我震的 对 然后就是那个镜头 确实一开始 一开始看的时候特新鲜 因为动作戏不那么拍 特别能感觉到 是一个特别新的导演 对 然后看多的时候 就觉得他真的确实有些 就是没有把那个力量感 表现出来 因为他那么拍 一开始可能新鲜 一开始觉得 炫 对 炫 对 全是CG的 转 对 而且他特别爱用 那个大场景转 转晕了 有点 假意镜 对 就是那个缩放 就是游戏那一套 你知道吗 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主演 所以他 而且他演的确实 就是里面的演员 演的都不错 你喜欢杰森莫马 是吧 男主角 对 按照那个曼 原著来说 这哥俩长反了 是 对 海王应该是一个金发 不演的 对 然后他 他那个弟弟 是个黑头发 对 这样 这么反 结果电影里是反过来了 你可以 你可以看看这演员本人 特好 马王 马王没问题 海马王了 现在 他亮相 他最后定的那一下 就成为海王 那个架势 我特喜欢 虽然就是 他那个整个 那个衣服 说实话 看多了 有点 怪 但是 亮相 我觉得 那个视觉 那种体验特好 但是看着香 那大螃蟹 大螺蝦 真就是有一种 美国西游记的感觉 你这么说没错 什么叫国际巨星 师傅 反正还算满意 就是说不是特别差 海王确实不差 不差 对不差 看着很开心 合格的爆米花电影 但是我就是觉得 这个温子仁暴露出了一些 他的这个劣势和弱点 而且我觉得他发挥自己 尝出的那些场景 拍的特好 但是新派导演 你看很多年轻人看的 就觉得说这个好 他们可能就是玩游戏长大的一代 他们可能像我对那种 就是老派的那种动作电影 没有那种情怀 没有不想要那种 就是灵力的剪辑 可能他们看不懂那个 连终节六的好 就是觉得说 六的那个剪辑 看CG长大的小孩 就觉得 卧槽 真人也拍成这样 那不也挺好 对 可能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欣赏 维度不一样的 确实是给各有各的 出发点不一样 对 当然那个 就是经过电脑修过之后的 这个尼克基德曼 这是这个美艳动人 这就很不错 有当年年轻时候的那个风采 好 CG技术真棒 棒 对 那个谁 他估计开始 我操 这是尼克基德曼 糊涂谁 怎么这 好 壮志零元二吧 对 壮志零元二 对 是 想看 咱那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是 早上呢 估计 是 以上就是本周新闻 差不多是这些 差不多 然后 下周我们年会 对 会错过两天的新闻 下周年会 太操作了 可以打电脑 带着电脑 带着电脑打电脑 其实用手机就可以打 是 没劲 你们 是 上次年会 我把他打告诉这个人 是吧 对 他带着PS开年会 行 然后这周的游戏新闻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听 咱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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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